財資大盜 林潔盈 何文堅 好了 繼續回來財資大盜 這一節回來跟大家說說旅遊 剛剛七日回歸之前 其實中央方面也送了很多大禮給大家 包括那個免水鴨 內地人來香港救物的免水鴨 其實大家都說了很久了 真的要訪寬一點 終於在星期五那天宣布了訪寬 另外就是有送紅貓 還有接下來是一些非中國籍的永久居民 其實都可以拿這個回鄉證回去內地 種種這些維琴香港徒斯家長 還有心中通道的通車 我們請來這位嘉賓和我們聊聊 就是旅遊界的立法會議員姚柏良 和我們聊聊 Hello 早安 姚柏良 早安 早安 這輪真的很多關於旅遊方面的利好消息 先和你聊聊 你自己看回現在的復甦情況是怎樣 還有這麼多的利好消息 其實對於刺激和推動作用是怎樣 其實這陣子真的可以說一浪接一浪 好消息 中央特別是對於香港這方面 港澳這方面的政策 都是全力支持 我們現在香港就是處於一個要全力拼經濟 貿發展 為民生的一個新的階段 所以其實我們特區政府就立刻向中央爭取 我們各個業界都向中央去反映 看到中央是一浪接一浪有很多新的措施推出 現在看回來說 其實對於我們這些新的措施 其實都逐漸看到是有個成效的 現在我們看到最重要的是 接下來暑假的這個當期 希望能夠推動這個旅遊復甦 和人流的加強 現在今天7月2號 其實就是6月份 整體的數字 我都看到相對於5月份 是有少少下跌的 但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6月真的是一個淡季來的 初步我看回那個數字 6月份 我們內地訪安旅客應該大概230多萬 236萬左右 在海外旅客那裡大概接近80萬左右 總共是316萬左右 就是台灣的6月份埋單 相對於去年去年的同期來講 都是有所增長的 當然了 6月份 事實上是相較5月份 是有少少下跌 但是這個都是以往正常的一個趨勢來的 但是那個 都能夠維持在同 就是3、4、5、6月 都能夠維持在300多萬 這個入境旅客的數字 我們進一步是看到 我們那個復蘇那個勢頭 都是鞏固的 如果一展望 希望暑假開始 一直到下半年這個年尾 希望能夠我們那個復蘇 能夠進一步加快 那姚柏良怎麼評估 回家日公佈的幾項措施 譬如說送多一對熊貓來香港 對於旅遊業 是否帶來好消息呢 在這個方面 那紅貓那方面 我們很希望能夠 再送兩隻熊貓過來 在海洋公園 能夠增添多些活力 還有令到 紅貓館那方面的加壓力 能夠提升 當然我們也希望有新一隊的紅貓來到香港 可以在繁殖方面做到一些工作 令到香港海洋公園的轉型方面來講 從保育教育方面的角色更加強化 是的 紅貓對於海外旅客來說都是具吸引力的 大家知道很多海外旅客來到香港都會看一看紅貓 或者回到內地的時候都很專門去看一看紅貓 始終是紅貓的 當然相對於內地旅客來說 可能說未必有一個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說 令到樂園的吸引力是能夠有所提升的 希望能夠加快 也不要說內地人不喜歡看紅貓 我去年去北京我特意去動物園走一轉 那個紅貓館排隊排到我都放棄了 是的 很厲害 所以你要發揮一些創意 還有怎樣令到紅貓館來參觀的 來看的可以有些新鮮感 不只是看紅貓 我想海洋公園也希望有多一些新的意念 可以怎樣利用好紅貓生離的兩隻 我另外能夠從整體的園區打造方面 可以配合到未來的發展 最重要是推廣和保育和教育方面的策略 又可以配合紅貓方面的發展 都可以值得很多不同的推廣 另外剛才提到 由港澳入境內地居民攜帶行李的免稅額 已經提升了 由五千元提升到一萬二千元 另外還加了三千元在免稅店 加起來也有一萬五元人民幣 有些旅客都說 都嫌這個額度不像預期那麼大 當然有就比沒有好 想問一下姚柏良方面怎樣看呢 葉介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爭取 去將這個面稅額能夠的所調整 大家都明白 國家我想考慮這個政策上來講 都有很多考慮因素 也都可以說是 對於那個整體國家的 各方面稅收政策 受益各方面都是會有影響的 所以這個理解 技術上是要有一定的技術考慮 要處理 所以這次對於中央能夠給到這個數額 其實我們都覺得是完全是收穫的 當然大家都希望能夠更加高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個 我們認為這個措施 其實不是說純粹是拿來作為一個 近旅客的一個主要的握手來的 反而是提升了這個免稅額 希望那些旅客來到香港 那它購物啊消費的時候 少一些的憂慮 少一些的限制 5,000元到1,000元 接著關口那裏又可以 看到對的東西 又可以順便 就是免稅店可以買回去 總共有1,500元 其實這個已經是 就是比起現時的 這個5,000元來講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提升來的了 那麼我們都希望能夠 就是慢慢看看那個 旅客的各方面的消費的模式啊 那方面能不能夠 就是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邊 在留港 在旅客在香港消費方面的壓度 能夠可以能夠 它進一半能夠 就是 敵我們本地的消費 以防來講 大家覺得是因為 我們都看到中央是很細緻的去了解香港的實情 還有就是從一個 嗯 嗯 相比海南 那個再優惠一點的條款 香港是不是還有空間呢 就是反映那個 就是免稅額那裏 那裏還是12,000元 都是差一點點 是嗎 這裏來說 我未必說需要 從哪裏特別去比的 因為我們其實就是 這個是 旅客每次來香港的一個壓 沒有一個全年總額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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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很寬鬆的提升 我們希望就是說 未來我們想在香港能夠有多些不同的消費場景 反而不是純粹在購物方面 就是令到他來香港 其實住久一點 洗多一點 這個是大家不同的目標 但是未必說純粹是 只是從一個購買車貼品的角度 我覺得就是 在那個免稅額的層面 我覺得是應該從這個角度去想 就是怎樣可以能夠 令到他買燈能夠鬆手一點 還有沒有那麼多顧忌的原因 另外就是國家出入境管理局 也都宣佈了 就是星期三開始 港澳永久居民中 非中國籍人士可以獲簽法 就是俗稱的回鄉政回到內地那邊 有效期是五年的 不限國食和行業 辭政人員每次還可以逗留不超過90天 你自己怎樣看呢 因為預計都有機會可能會促進一些商貿 還有就是旅遊休閒等等的人士會北上 你自己怎樣看這個情況 這個政策是一個非常好的政策 因為實際上你看到其實 我想粗略估計 香港都起碼有二三十萬這樣的人 就是本身有香港永久居民 而是往返內地的時候 是未能夠使用那個回鄉政的 所以這個政策的推出 絕對是有利這些非中國籍的香港永久居民 可以往返內地去做一些旅遊休閒 或者一些商務或者各方面的活動 這個是7月10日可以實施 其實我們都是希望能夠透過這個政策 能夠進一步推動我們香港各方面的不同人士 都能夠更加便利地回去大阪區或者去內地 作兩邊的交流 我覺得澳門也好香港也好 都是覺得這個政策是非常好的 其實這個措施都是一直在填補一些空隙 像姚柏林這樣說的 有一部分人的背景可能是各有各的故事 有些華僑試過接觸一下在東盟的國家 但在當地他又沒有說一個完整的國籍 又沒有說給東盟的國家的護照給他 香港他以前一直用這個BNO 自從特區政府說不承認BNO之後 這一批人就沒有了途徑 申請回鄉證就很困難 現在就填補漏洞 令到一些長期居港 其實以往都是經常回內地的 不過可能有一些這樣的特殊情況 今次回歸有一次過填補 這個政策其實可以提升 你們對香港的歸屬感、形容感 同時來說 都是有助於多吸入這些人才回來香港 其實本身我相信也都是 這類人士很多時候都未必長期在香港 或者過往選擇在其他地方發展 因為他們有不同的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國際聯繫的背景 其實正是我們要追求這些人 等他們回來香港發展 令到我們香港能夠更加進一步 去發揮我們聯通世界的一個角色 週末還有一個大件事就是 心中通道開通 開通首日 大劑塞 葉夏良 你的業界朋友有沒有在旅遊巴路 塞了五個小時才上到橋呢? 葉界都有搞一些手法團 都是遇上了這個塞車 其實我覺得這個大家都應該都是心裡準備的 因為本身在大橋的首日開通 這個大橋 有免疫講到大橋 大家知道 不用申請的嘛 所以上去就去 第一時間 可以上去就去 可以立即開車上去 所以這個是本身那條橋 心中兩邊來說 其實那個需求量都非常大的 所以都是預期會多車和熱鬧的 但是可能就挑了大家的那個預期 就是熱鬧程度 所以這方面來說都是有影響的 但是我想隨著開通之後 慢慢大家適應了 還有對於整條心中通道 以至到跟周邊其他的橋路去對比的時候 我想大家會規劃自己的行程 規劃自己駕駛的路線方面 多了很多選擇 給他一點時間去 地圖那些都未更新的 所以時間就不准了 大家都很清楚 出發之前先用一個內地的導航系統 一打開就知道 直接要走另一條路了 所以我們都要想一下 心中通道通了之後 其實給了我們多一個便捷的選擇 但是港洲大橋 怎樣同時能夠發揮好 這個連接大阪區的功能 我們香港和消費澳門 和越西那邊 怎樣用好這個大橋 我們自己的港洲大橋 都是要適合的 就是上橋的文件 繁文玉節 葉伯良幫忙繼續簡化 今天跟葉伯良談到這裡 先謝謝你